哈囉 大家好 今天呢我要教大家如何正確偷吃同學零食 因為我相信大家在國高中的時候 一定有經歷過那種就是一包零食買到的手 全班同學吃一口的狀況 尤其有一些手很賤的同學 就是看到你買一包零食 他就是硬要就是偷幾口來吃吃看 那個手賤的同學就是我 對 所以呢我今天去一個怪人的街 來教大家四種偷吃同學零食的方法 你可能問我說就是 欸 為什麼不是五種是四種 因為我通常想不到第五種 所以現在就是四種好嗎 就是四種 你不要給我意見那麼多 請大家認真看好仔細學習 老師指教一遍 OK 欸靠 卡丁娜出新口味喔 喔 Fuck 吃起司口味 喔 我最喜歡吃起司口味的 借我吃一下 欸 啊 欸靠 吃零食喔 欸借我吃一點 你每次都拿到 欸我跟你講喔 你以前真的超小氣的 我上來吃到一口零食啊 他跟我生氣欸 超扯 一包二十五塊零食跟我生氣欸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狀況 如果是我個人的話 如果我有零食的話 我一定是很樂意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 做人最基本的道理嘛 對不對 分享的概念 一包二十五塊零食都是蠻好計較的 家裡有點窮是不是 真的很荒謬 你說對不對 對 欸 黎佑你要吃零食嗎 不用 謝謝 好 那我幫你吃 欸 靠北 我說的是不想吃你的零食啦 好 OK 以上就是我家裡大家的四種偷吃同學 零食的方法 那大家記得在看完這部影片以後 記得一定要到超商買一包 卡迪娜狂起司 讓你的同學吃不到只有起司喔 你是不是覺得剛剛的押韻很爛 我還有其他更爛的押韻喔 你要聽嗎 吃卡迪娜狂起司 我支持World Peace 吃卡迪娜狂起司 唱饒舌 不要亂diss 我真的很想揍自己一拳 OK 那最後就是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不要忘記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把這部影片分享給你 所有愛偷吃朋友零食的同學 OK OK 掰